對焦與換敬畏 有些人在訪談的時候 手就不在乎 就是靈明告訴他說 你幫我拍半身就好 但是這個人就是很不聽話 他就會在訪談的時候 跟你輪印、搖鏡、輪澳 然後換一個人拍特寫 拍他的手部 這東西就非常的欠揍 因為我就有遇過這樣的攝影 而且這個攝影真的是非常的欠揍到 他被設者講到非常棒的時候 他有點鏡頭移動 然後講到那些很無聊的時候 他會帶帶的放在那邊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在拍訪談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當他在回答A問題的時候 你就好好用一個鏡位拍 你要特寫拍也OK 你要半身拍也OK 就是一個鏡位 那你要換鏡位也OK 你要換一個全身OK 等到什麼樣的時候再換鏡位呢 問問題的時候 比方說被設者講完了 好 問的人開始問說 那先生你可不可以發表一下 對這件事情的成敗的看法 這個問的時候 趕快再趁這個時候來換鏡位 因為這個話都可以剪掉 所以就趁這個時候來換鏡位 然後呢 半身以上的鏡位 其實有時候拍訪談的時候 尤其是這種真的訪談的時候 你可以拍半身 半身以上甚至有點特寫的鏡位 因為這樣呢 你可以看到嘴巴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那個面積 所以我們會讀唇語 就是那個嘴型 有時候會讓你的那個畫 去互補啦 不然他有些收音的效果很差的時候 你又拍一個全景 人的嘴巴很小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這個東西 還有就是 鏡頭這個東西先不要看 先走到其他攝影的部分 就是鏡頭的角度 我的運用就是 訪談的時候盡量比沒有俯視 不要這樣拍 就不要人家坐著 你這樣拍下去 這感覺很不好 有的那種位階的感覺 就平視 或者請他站起來談 或者是稍微帶一點點仰視 那不要很癢 不要這樣拍上去 那很奇怪 所以就是說 稍微平視有點俯視的方式去拍 不要按平視跟仰視 不要這樣拍 這樣的訪談都不大好 不大好 好 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東西很重要 這東西很重要 因為這限制到你的器材 這限制到你的器材 也就是說 訪談的時候 有幾個東西要注意到 第一個 就好 就好